好 在这个重点的经济海域上呢 用强大的火力攻击完全没有武力的台湾渔船 这可以说是国际法上非常严重的刑法事件 而这位渔民洪石成呢 他在上午10点中中弹 到了下午3点半 迟迟等不到救援是流血过多而死亡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非国海军呢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正当执法 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 而他们表示同情 但是没有必要道歉 而菲律宾的渔业族的官员 接受访问也是口径一致 强调是台湾渔船呢 先碰撞到非国的海奸船 所以逼得他们开枪 在这个过程里面 非方到现在为止只承诺 会展开透明和公正的调查 但是坚持不肯道歉 在菲律宾媒体面前 菲律宾渔业局官员一再用图片说明 是台湾渔船侵入菲律宾海域 甚至在记者会上表示 是台湾渔船逼菲律宾海奸船开枪 菲律宾官方坚持是台湾渔船在菲律宾海域 丧命他们只能表示同情 原本还一度否认 没攻击台湾渔船 菲律宾虽然最后承认 台湾渔民是死于菲律宾海奸船的枪下 但拒绝道歉只说同情 傲慢的态度与法于情都站不住脚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